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在一对夫妇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会考虑到 孩子会不会带有某些先天性的疾病 因为很多先天性的疾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往往也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 先天性的疾病是取决于父母双方的 如果父母双方一方有先天性疾病的倾向 就会使孩子患上这种疾病的概率大大的上升 而这样的病常见有四种 婚前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 第一种就是过敏或者哮喘 过敏和哮喘跟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哮喘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过敏反应 哮喘是因为呼吸道接触到了花粉等等 这些引起过敏的物质 它们进入呼吸道 使得呼吸道处于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 在医学上叫做致敏 当下一次同样的过敏源进入的时候 支气管就会猛烈的收缩引起哮喘 这些疾病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更多是由于孩子先天从父母那儿遗传的 所以父母双方如果有人有很强的过敏或者哮喘的话 那么他的孩子就有可能会遗传上哮喘的毛病 第二就是鼻炎 鼻炎它其实也属于遗传病的一种 而且鼻炎和过敏性哮喘也有着强烈的相关性 因为鼻炎也是属于一种过敏 我们常说嘴花粉过敏 接触了花粉之后就会咳嗽打喷嚏流鼻涕 这其实就是鼻炎的一种 如果说父母亲双方有一方有很严重的鼻炎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也有一定的概率会有哮喘 还有就是高度近视 近视它分为先天和后天 如果是因为后天的学习和用眼不当 用眼过度造成的近视 这种情况是没有基因方面的改变的 它是后天形成的 但是也有一类人他们的一家人从祖父到孙子 都是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 这就属于一种遗传性的近视 因为问题出在基因上也没有办法去根治 还有就是先天性聋哑 先天性聋哑它也是一种单一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也就是说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先天性聋哑的话 那么他们生下来的孩子 一定会有先天性聋哑 如果说父母双方有一方有先天性聋哑 而另一方父母往上再数三代 如果说有先天性聋哑的这种家族史 那么这个时候生下来的孩子 获得先天性聋哑的概率就会大胆的增加 所以对于有一项抚养下一代的人来说 遗传病是要去避免的 所以现在就有了婚前检查 经过婚检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一些子带遗传疾病的产生 可以保证新生儿健康 所以如果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建议夫妻双方还是做一个基因检测 可以将基因当中的一些隐藏疾病检测出来 避免因传吻后代 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